大家都知道爱琴海楼下的商业非常成熟 有没有喜欢热闹的观众朋友 不妨来爱琴海看看 也可以看到海 还有业主全部翻新过 非常漂亮 而且这个业主也是香港人 其实看起来有一种法式风情 其实有那种感觉 整间屋是有油漆的 这个是白色的 之前的櫓楼标准是一个淡黄色的场面 客厅瓷砖也算比较吸引 然后这里就很有趣了 放了一个摇篮 这个虽然是木纹 但是它是瓷砖 就不会翘起身 会脱皮脱骨 这个有没有很喜欢汉精的朋友 这个就是汉精房 其实这个汉精房 我们上网大约看了一下 都有一两匹的东西 其实这里的主人房缺少了一个落地窗 如果要落地窗的话 就非常完美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Helen 今天风很大 宝宝无奈数拿着头发 我现在是在十里银炭这个位置 在三崎这个位置 今天要和大家拍一集爱琴海 大家都知道爱琴海楼下的商业 非常之成熟 有没有喜欢热闹的观众朋友 不妨来爱琴海看一看 后面是我们交通中心第三崎最热闹的地方 今天是葛庆节 有很多人在这里搞活动 庆祝国家节日行 那边可以看得到的 非常之热闹的 其实葛庆节也可以过来看一看 或者海边就非常之热闹了 那我们去行一行 交通其实我们已经介绍了很多 每天早上6点到5万克 6点50分都有车在这里 直接回到深圳 22元每个小时至半个小时 都会有一个班次可以坐车 然后的话 这个蓝色这一堡是碧桂型的 蓝色小班是免费的 所以我们平时都可以坐这部车去 12345期都可以去得到的 那这个十里银摊 相当于是一个非常之大的大城 有6万多伙的单位 那我们边边边讲 哇好热闹啊今天 当然好热闹啊 是啊 那我们可以看一看这里的一个街市啊 和这里的一个商业 其实都非常成熟的了 两边的话都有一些商业的 那回来到这里 我们其实就不用担心说 没有地方去玩啊去吃啊 那海边的话最紧要是什么呢 就是出海游泳 执背后 还有坐飞艇 玩游轮 还有那些 发人船那些都特别都好玩的 那然后这里的十里银摊 香港人就特别多的了 所以我们回来就好像是那些 今天有人打火炮 我不好意思 有一点疮 那这里香港人就很多 就是很多同声同气 就算回来到这里的话 就比较热 那很多香港朋友就说 回来到这里有没有喝茶的 有两三个地方可以喝茶的 一个是我左手边的十里居 另外一个右手边 叫做余林的茶餐厅 还有这个喝早茶的地方的 那除了喝茶呢 还有海鲜啊 湖南菜啊 还有茶餐厅啊 这些其实全部都有的 其实大家可能对这边的消费情况 不是太了解 15元可以吃很大碗 每一碗粉和20元都可以吃一个快餐 都是非常之便宜 所以大家过来退休的话 可以首选十里银摊学 那我们这条街呢 是属于商业街来的 两边呢 都是有这个 特骨啊 酒吧啊 打着球啊 唱棋啊 还有旅柏啊 还有这些剪陀佛啊 全部都有了 一条街的 那前面呢 都是有那个叫做游艇会 这边的景观都非常之漂亮 那然后呢 我们今天要看那栋楼呢 大约在这个位置那里 都可以 我们今天看那栋房呢 都可以看得到海的 还有呢 那个业主呢 全部是翻身过 就非常之漂亮的了 还有这个业主也是香港人来的 那我们事不宜遲 上楼去看看 下来 默默發逃避 好了,我們上來到這套單位 這套單位的業主都是香港人 保養這間屋非常厲害 而且有做過整改和裝修 這套房是94個職兩房 我們先看看景色 這樣看出去有一種髮色風情 那種容態,其實很有那種feel 可以進來看看我們草門口 開始介紹給大家 提一提這套房的基本情況是怎樣的 這裡有兩部電梯 然後這裡有一個消防門口 哇,好大房很通風 這裡是屬於一個過渡 即是屬於我們的公共區域 其實這個是消防門 有時候我們可以偶爾把消防門打開 還有我們這裡有一個窗口 我們正帶門的門口是一個窗口 不過它好像是鎖住了 我家是可以打開你的 是可以打開你的 我們就不打開了 比較麻煩一點 如果打開的話 我們這個位置可以安裝一個沙槍 可以形成一個對流的 非常之舒服 可以形成一個藍筆對流的 平時我們都可以不開風扇 其實愛琴海來說 是非常之稀缺的戶型 96個職 大兩房 我們先看看廚房 廚房是做了一個一路形的設計 這裡是帶著一個窗台 這個業主之前都有自己住 現在的話就想住出手 這裡可以看到這個設計 是比較人性化一點 做了一個高低桌 這個桌面 這個位置是放了一個洗衣機 這個洗衣機的造型 看起來都完全不錯 用的是一個LG的牌子 這裡全部打包送給你的 包括這個雪櫃都是用的是海耳的牌子 整間廚房的話 都很乾淨 Helen 它的造型很漂亮 樓台 我知道不同 這個很特別 先看看這個樓台 其實它保持得很乾淨 而且這個可以用電磁爐 可以用一個電磁爐 然後這個是可以用天然氣 而合一的 其實這個本色我是第一次見的 第一次 是 真是第一次見的 而且這裡它很細心 如果我煮東西吃的話 可以做一個定時器 即是蒸魚 蒸排骨那些 可以做一個電視器 定時器 我們可以看看這裡的餐廳 其實它很保疑 它自己的家具家電 這些家具家電 可以說是直接用的 大家可以看看 這個它是裝了一個桌椅 這個小兔子 其實它這些都是非常新鮮 好像沒有用過 其實也是不錯 這裡是屬於歐式的 這個叫做家具 這裡是四人桌 平時人多的話 我們可以把桌子拿出來 這個燈是屬於一個風扇燈 不開空調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吹個風扇 錄一錄 整間屋的 其實它是有油過油漆的 這個是白色的 之前的膠樓標準 是一個淡黃色的場面 所以說 都算沒有新的 不記得跟大家說了 這個門後面 其實是一個鞋櫃的 其實它是沒有做 智能密碼鎖 然後我們看看後面 它就放鞋櫃的空間不多 但是勝罪是有的 下面可以放很多堆鞋 平時家人三四個人的鞋 都可以放得下 好了 我們再進來看看 先看第一間房 來 我們先看看第一間房 這間房有驚喜的 這間房有驚喜的 有沒有喜歡看症的朋友 這個就是看症房 其實這個看症房 我們上網大約看了一下 都要一兩批東西 差不多是這個價錢 我們剛好那個空間 可以坐兩個人在裡面 看症的 這個看症的話 我記得是屬於高溫看症 應該是要加一盆水進去 這個業主 比較注重養生鞋 這個都是沒有問題 都很舒服的 這個房間 它是由這個叫做 Diffley藍色的殼 然後這些衣櫃 它是買的 是這個成品衣櫃 和這個床是對襯的 這個床紙 它是沒有撕 撕到那個紙 所以說都是很新的 床是比較軟一點 都OK的 都挺舒服的 一個床頭櫃 然後這裡看出去 有一點點圓林景可以看 還有那個空調 是隔力的一個牌子 燈都換了 整間房來看就沒有什麼問題 就比較冷靜一點 我們再看看我們旁邊這裡 其實它兩間房間 是比較開的 中間是一個洗手間 這個業主其實 他偶爾也會過來住一下 所以他的私飲物品 比較多 後期他清走了整間房間 更加美 我們看看洗手間 可以做到一個乾室分離 其實很多人都喜歡愛琴海這個位置 但是呢 盛在很多人的裝修 還沒搞好 很不像這間房間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整個廁所 那些 那些牆面 那些瓷磚 其實全部都是換了的 還有這個洗澡房的話 也是很新的 也是很舒服的 兩個人洗澡就慢慢的 其實以後可以做到這樣的一個 推拉門 感覺上會好很多 這裡也是帶了一個名窗的 其實也算不錯的 然後坐廁 洗手台 整間廁所的話 就很乾淨 沒什麼問題 那我們看看主人房 主人房 它也是一個 發飾 歐式的風格 這個主人房 擺住了一米八個床 然後 也是擺住了一米八到兩米的衣櫃 這個位置 就是有一個小小的梳梳桌 其實有了好過沒有 我們看看主人房的景觀 其實這裡的主人房 就是缺少了一個落地窗 如果一落地窗的話 就非常完美了 那我們可以看一看 看一看 看過來 下面是看別墅 下面是看別墅 看原諒 還有這個遊艇 還有我們這個方向是朝東的 那邊的話就是螢海 然後橙色的位置就是屬於維港灣的 那這裡的視野基本上已經是形成好了 就不會再有改變 那這個窗簾都是比較陽光的顏色 這個空調是用的是隔離的一個牌子 地磚 我忘了跟大家說重點 很多愛琴海的交流標準 全部都是用木紋 木板的 就不像這個 這個雖然說是木紋 但是它是磁磚來的 就不會說翹起身 會脫皮脫骨 這個就不會 大家可以放心 就很舒服 而且它保養的程度都算不錯 還有這些踢腳線 它都是重新做過的 其實你做一做的話 都要隨隨便便都要做幾皮的東西 你看一看 它的牆面的顏色 之前是黃色的 現在是改了一個白色 還有房間都是油了一個藍色 還有房間的地磚 本身是木板現在改了一個磁磚 其實這裏來說 它的客廳磁磚 其實都算比較耐心 然後這裏就很有趣了 放了一個搖欄 其實我們再看看這裏的客廳 我覺得它的梳化 好像發光一樣 會發光的 保養得非常之好 非常之不錯的 我們可以看看 天花 都是全部游過的 全部是換過的 還有這個燈 很漂亮的水晶燈 水晶燈 搞衛生就難搞少少 不過這個燈很新的 看你自己喜不喜歡 我就覺得沒必要換 還有這個電視是 三星的這個牌子 這個應該是65吋的 65吋 比較少人用三星 香港朋友會比較用得多 還有這個叫做電視櫃 歐式的 是的歐式的電視櫃 來的 好了 我們 看一看 好了 我們走出來陽台看 這裏的話 就是比較下的一個環 這個陽台 整個陽台有六七個屏風 最重要 我們現在正在看的是一個 東南朝向 給大家看看這個朝向 來 來 來 我們看看這個朝向 是最稀缺的 這個東南朝向 和西南 東南的話 通風效果會厚很多 那這裏 價錢是怎樣的呢 看看 同伴在手 香港業主比較容易交易 其實都可以在香港那裏交易 方便很多 這套房的價錢是 51萬5 是 稅費是 9800 還有看整個十年銀他 的景觀 頂樓的話 有人會擔心防水做得好不好 還有擔心這個問題 其實這些已經是非常成熟 大家可以親身過來看看 還有上面是有隔著一層樓的 所以就不是直到頂的這個位置 所以其實都不算是頂樓 因為它上面還有一個建築物在上面 就不會說漏水這個問題出現 說回這套房的一個優點 其實我們不可以在裡面 四十幾萬五十幾萬 那些房魚都有 四十幾萬的 四十三的 四十五萬的 都有 甚至四十五萬的 都有 但是你那些便宜地買回來的 那些 又不是要收拾 是不是 這裏地板擦一擦 那裏整一整 那不如直接買一塊一套 直接拿包入住 那這裏就非常適合 觀眾朋友 還有我們的朝向 是屬於東南 朝向比較舒服 其實我們中國人 一直都是比較注重的 這個朝向問題 第一朝向是比較通風效果 好 還有這個景觀來說 我覺得還算不錯 因為以後這個景觀 基本上都已經形成 就不會再有其他的一個變化 而且我們這一棟樓的話 下去這個商業街 就非常之方便了 大家都知道 我一定要玩那個愛琴海 愛琴海這個樓盤的好處 其實就是什麼呢 啃商業街 坐車方便 吃喝碗落 這裏全部可以充通都滿足得到 而且深圳過來這裏的話 只需70分鐘 22元的這個票價 就可以回到這裏 早上到晚黑的話 我們隨時隨地都要車坐 所以就非常之方便了 今天跟大家說了這麼多 如果你對十里銀他人了解的話 記得找我Helen 我都和你做一個詳細的介紹 或者你對這套方有興趣 可以直接 上面有一個Whatshack 和微信可以直接 通過二維碼 售一售我 或者下面是一條鏈子 直接可以通過這條鏈子 直接在Whatshack連系 我都可以的 又或者可以拿起你的電話 立刻打電話給我 預約我看樓 我們每天都會在深圳的 爐行案 福田行案 年頭行案 專車接送 你們過來看樓 還有你們如果不喜歡這套房 OK 我們經常會拍這些維州的防禦 你可以把你的需求 比如說價錢 還有這些幾房 要什麼景觀 或者朝向 或者想要 重點是要怎樣的 可以Season Helen 和你們介紹也OK的 今次的節目 我們就介紹到這裡為止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會想在那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